大家好,我是金星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Linux里面的同步机制 Linux里面的同步机制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信号量,一种是自选锁 除了这两种以外呢 还有一些别的同步方式 比如说原子操作 原子操作又包括原子整数操作和原子位操作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Linux里面的信号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假如说对于某一个自乎设备驱动 要求呢同一时刻只能被一个进程打开 你会怎么实现这个代码呢 那么下面呢是一种实现方式 那么在我这里呢 我先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叫sscount等于0 然后呢我在testopen里面呢 去判断 假如说这个值不等于0呢 就返回失败 否则呢 把这个值呢加加 返回0 那么对于open行数来讲呢 返回0呢表示打开成功 返回复数呢表示打开失败 那么这个能实现我们刚刚这里边提出来的要求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进程A 他先判断这个值 因为第一次打开 所以这个值呢是0 所以这个值呢是0 它是0的话呢 那么进程A呢就会把这个这个值呢加加 然后返回0 接下来进程B执行 进程B呢他也会判断这个值 发现这个值 因为在进程A里边呢把这个值呢加加了 所以进程B呢会发现这个值不等于0 不等于0的话呢 进程B呢就会返回一个复值 所以进程B呢就打开失败了 所以这样的代码呢 在这种调度机制下呢 那么进程A呢就会返回成功 就会打开成功 进程B呢就会打开失败 那么这个呢看起来能够实现我们的要求 但是事实上果真如此吗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种情形 因为CPU的调度呢是随机的 那么它呢除了会按照这种情形调度呢 那么CPU呢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调度情形 首先呢进程A去判断它的值 因为第一次打开这个值呢是0 所以进程A呢只是做了一个判断 然后呢CPU呢调度到进程B去执行 进程B呢同样去判断这个值 发现这个值是0 因为进程A呢它只是判断 它没有做加加的动作 所以在这里面进程B呢 它也会判断发现这个值呢还是0 接下来的话呢进程A调度执行 进程A呢把这个值加加返回0 到此为止进程A打开成功 接下来进程B执行 进程B把这个值同样加加返回0 结果进程B也打开成功了 这里面我们看到 我们原本觉得会执行无误的代码 发现执行结果跟我们预想的是完全不同的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形呢 有的人会说这是CPU调度器引起的 当时我们知道内核的调度器呢 它呢是不由我们来控制的 同时我们在深究这里边的根本原因 我们会发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 进程A和进程B呢同时对这个共享资源进行操作 产生了竞争行为 产生竞争行为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 产生竞争行为的后果就是 进程A跟进程B对这个共享资源的访问都不是完整的 既然不是完整的 那么就会导致代码呢 不会按照我们预想的结果去运行 那么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从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例子得到启示 想象一下你正在上厕所的时候 一个美女闯进来的情形吧 但是事实上我们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在上厕所啊 这里边的厕所呢 就是一个共享资源 A会用到 B也会用到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 当你在使用公共厕所的时候呢 你会先进去 然后把这个门防锁 把这个门防锁呢 就表示你对这个共享资源有独障的权利 你当时有独断的权利 当你使用完成以后呢 你才会把它解锁 然后出来让给另一个人去用这个厕所 所以在我们相而示范中的例子呢 就不会出现我们上面的情形 因为什么呢 我们为这个厕所这个共享资源加锁 你加锁的话呢 就避免了A和B的一个竞争行为 就说你加锁以后呢 B呢 是没有办法打断你对这个厕所 这个共享资源的使用的 所以呢 你就可以做到 你使用完成以后 这个B呢 他才会使用这个共享资源 所以 生活中的这个例子 给我们的启示就是 我们要想无序 有序的使用厕所 那么就需要为厕所这个共享资源呢 加锁 这样呢 就避免了A和B的竞争行为 所以我们从这里边得到启示 那么我们就知道 我们上面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了 那么解决方法呢 也很简单 就是保证对共享资源的互施访问 什么是互施访问呢 这里边的互施访问就是说 一个执行当员在访问共享资源的时候 其他的执行当员呢 被禁止访问 以上面厕所的例子为例 一个人在访问 在用厕所的时候 其他人是不是用不了呢 那么这个就是互施访问 那么要想做到互施访问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呢 很简单 就给厕所上个锁就行了 但是呢 在我们的代码里面怎么做呢 要做到互施访问呢 首先呢 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个概念 叫临界区 什么叫临界区呢 访问共享资源的代码区块呢 叫临界区 访问共享资源的代码区块 叫临界区 所以你要了解临界区呢 你首先呢 要了解什么是共享资源 在我们这个例子里边 两个进程呢 都对这个变量进行了访问 所以呢 这个变量呢 就是共享资源 那么对共享资源的 访问共享资源的代码区块呢 就是临界区 因为这段代码呢 它是访问了这个共享资源嘛 访问了这个变量 所以这段代码呢 就是临界区 所以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我们这个临界区的概念呢 就了解清楚了 那么如何做到互施访问呢 那么要做到互施访问呢 临界区呢 需要以某种互施机制加以保护 那么怎么保护呢 在内核里边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自选锁 一种呢 是信号链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总结一下 要想保证对共享资源的互施访问 互施访问 那么我们第一个呢 想要找到共享资源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再确定 临界区是什么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给这段临界区代码呢 去加锁 加锁呢 你可以用自选锁 也可以用信号链 这个就是我们的解决同步问题的两种方式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信号链 我们如何用信号链解决如上问题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信号链的使用方式 Linux里面的信号链是种碎链锁 假如说进程A呢 相持有信号链F 然后进程B呢 试图获得已经被进程A 持有的信号链的时候 假如说这个信号链F 代表的资源值是1 因为只有一个资源 我们就假设只有一个资源 那么进程A 它相持有信号链 那么进程A呢 它可以持有它 因为我们有一个资源嘛 然后进程B呢 假如说试图 获得已经被进程A 持有的信号链的时候 因为进程A已经持有了 那么进程B呢 它就不能持有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进程信号链呢 就会把这个进程B呢 推入等待对立 然后呢 让它睡眠 当持有信号链的进程A 把信号链F释放以后呢 进程B才会被放行 从而获得这个信号链 继续执行进程B的代码 这个是信号链的一个 简单的使用方式 那么信号链的睡眠属性 因为假如说这个B呢 它得不到信号链的时候呢 它就会睡眠 所以信号链呢 是会引起睡眠的 信号链的睡眠属性呢 使得信号链适用于 所会被长时间持有的情况 然后信号链呢 它只能在进程中使用 不能在中断中使用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信号链怎么来使用 那在Links那盒里边呢 每一个信号链呢 它是用Strat这样一个结构体来描述 来描述 那么它的初始化行数呢 是这个行数 这个行数里边呢 它第一个仓数呢 是一个这个信号链的 这个结构体的指针 第二个呢 是一个指 那么这个指呢 就表示资源值 这个什么意思呢 因为共享资源呢 有可能只有一个 也有可能呢 只有有三个 比如说这个公共厕所 它有可能有一个 也可以有三个 那么这个一个还是三个 这个呢 就是共享资源的数量 所以这里边的这个VER呢 就是你需要根据 共享资源的数量呢 来决定 这个值是多少 除了信号量之外呢 还有一个内盒里边 非常常用的一个信号量 叫护持信号量 也叫护持锁 那么什么叫护持呢 护持呢 无非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有 我没有 我有 你没有 所以这里边的护持呢 就表示只有一个资源的信号量 那么对于这种护持信号量呢 它的初始化行数呢 是这个行数 这个行数呢 其实就是这个行数初始化的 它的值呢 等于1 表示一个资源的信号量 那么对于只有一个资源的信号量来讲呢 我得到这个资源 那么你就得不到这个资源 你得到 那么我就得不到 它是护持的 所以叫护持信号量 那么怎么样得到信号量呢 得到信号量呢 是用dung这个行数 这个行数呢 是用于获得信号量 假如说当前信号量已经被什么的 已经被持有了 那么它会导致当前进程的睡眠 所以它不能用于中断上下文 这个dung interrupt呢 它是什么 它是一种 它是另一个版本的这个dung行数 它的跟这个行数的使用方法 基本差不多 不同之处在于说 这个因为dung这个行数 而进入睡眠端的进程呢 不能被信号打断 而这个行数 尽到睡眠端的进程呢 可以被信号打断 被信号打断 信号就是我们应用程序里边的signal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区别就在于说 一个能被信号打断 一个呢 不能被信号打断 这个dung trylock呢 表示尝试获得信号量 如果能够获得呢 立即返回 否则呢 它就返回临迟 它不会导致 调用者睡眠 所以它跟这个的方式呢 这个呢 是比较比较执着的 它呢 会一直等 一直等 然后睡眠 这个呢 它不会 它就去尝试一下 假如说 你这个信号量 我能够持有 那么我就持有 你要不能持有 那么就算了 我就直接返回来 我是不会睡眠的 所以这个 这三个行数的话呢 都是用于获取信号量 它们呢 适用于不同的上下纹 和不同的环境中 那么释放信号量呢 都是up 行数 这个这个行数呢 会唤醒 会唤醒等待着 好 这个是信号量的使用方式 那么有了信号量量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信号量能够解决 我们之前的问题吗 好 使用信号量之后呢 我们之前的例子呢 可以 可以这样实现 可以这样实现 进程A呢 因为这个 共享资源 是SSS content 临界区呢 是什么呢 是这个 这段代码 所以呢 这个信号量 它要是 它是要加锁 或者解锁 那么它呢 就需要用 down和up呢 一个加锁 一个解锁 来把这段代码呢 把它圈起来 把它保护起来 这点呢 就类似于我们 进厕所的时候 上锁 然后我们出厕所的时候呢 把这个锁打开 而我们在 而我们上厕所的 这个动作呢 都是在 加锁的情况下 还进行的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边呢 同样的 我们访问 临界区的 这个动作呢 都是在 加锁的 这个 加锁以后发生的 我们访问完 这个临界区以后呢 然后我们解锁 那么使用这个 信号量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进程A呢 它想访问 它呢 首先呢 down 得到这个信号量 得到这个信号量 这里边呢 我们这个信号量呢 是一个互持信号量 它是只有一个资源的 所以 A得到了 那么B呢 就得不到 好 那么首先呢 A得到这个信号量 然后呢 它去访问这个 共享资源 它去访问这个共享资源 假如说 这个进程A 把这个判断语句 执行完以后呢 CPU调度到 进程B 去执行了 那么进程B呢 它呢 就会拿这个信号量 因为这个信号量呢 现在是不是被A持 被进程1持有啊 并且呢 进程1呢 它还没有放 没有什么的 没有释放这个信号量 所以进程B呢 它就拿不到信号量 那么进程B呢 它就会睡眠 它就会睡眠 那么进程B睡眠的时候呢 那么CPU呢 就会调度到进程A呢 继续执行 继续执行 然后呢 进程A呢 继续去访问 它会判断这个值 因为进程A呢 是第一个进程 所以呢 它会把这个值呢 加加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唤醒进程B 进程2 这里边 当进程A 调用up这个行数的时候呢 那么就会唤醒进程2 那么进程2被唤醒以后呢 它会继续呢 去拿这个信号量 因为进程A 它已经把共享资源 访问完了 那么它呢 在这里边的话呢 它已经释放了 这个信号量 所以进程B呢 它就会拿到信号量 那么拿到信号量以后呢 那么进程B呢 同样它就会往后执行 往后执行 那么它往后执行的时候 它就会判断 假如说这个值呢 是不等于0呢 它就会执行这段代码 因为 因为这个进程A 它访问这个共享资源的时候呢 它是在信号量里边去访问的 它是一个完整的访问 所以它访问完成以后呢 其实这个值呢 已经是加加了 所以进程B呢 它在访问的时候呢 这个值呢 已经被变成了1 所以变成1以后呢 那么进程B呢 它就要返回一个错误值 但是呢 我们知道 解零还是细零人 你这里边 因为你这里边 B你当了 你拿到这个锁了 然后你这里边 你要去return了 return以后 你就返回去了 所以你必须在返回去之前呢 你要把这个锁呢 要释放出去 要释放出去 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首先呢 要up这个锁 然后呢 return一个错误值 所以通过这样一种 通过使用信号量呢 我们就会发现 这样的话呢 A跟B呢 它对共享资源的访问呢 都是完整的 都是完整的 A在访问共享资源的时候呢 那么B呢 是没有办法打断的 这样的话呢 就会保证 A对共享资源的访问 和B对共享资源的访问呢 都是完整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保证 这个代码呢 就会按照 就会按照我们预想的 这个流程呢 去执行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 信号量的使用方式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具体的实现用例子 我们的驱动代码 是怎么实现的 好 我们这里边要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呢 要定义一个 这样一个结构体 它呢 就表示信号量的结构体 然后呢 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驱动的 初始化行数里边呢 我们去初始化这个信号量 我们把它初始化成1 初始化成1呢 就表示是一个 护持信号量 护持信号量 对于护持信号量来讲呢 就是只能被一个进程 被一个直线单元使用 那么我使用了 你就不能再使用了 然后呢 我们在open函数里边呢 对这个共享资源 对这个临界区呢 加锁 用锁把它保护起来 然后呢 我们同样的 我们在relace的时候呢 我们在close的时候呢 再把这个共享资源呢 把它也是保护起来 也是保护起来 通过这样的代码呢 我们就能够实现 我们在 抢面例子里边的 这样一个目的 同一时刻 只能被一个进程打开 用了我们的信号量以后呢 这种情形呢 就不会发生了 因为 我们用这个信号量 把进程A 它里面的临界区 保护起来了 保护起来以后呢 那么对于这段代码呢 它要么都执行 要么都不执行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号量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个信号量 它的使用注意事件 第一个呢 它可以长期枷锁 长期枷锁 因为它呢 适用于进程上下纹 因为我们前面的例子 我们也看到了 它适用于进程中的 所以呢 它是可以长期枷锁的 因为进程呢 大不了睡眠就行了 第二个呢 是只能用于进程上下纹 对 它只能用在进程上下纹 不能用在中段上下纹 第三个呢 是在持有自选锁的同时呢 不能持有信号量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在后面讲这个 自选锁的时候呢 还会讲到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号量的使用方式 感谢观看